迎接即將到來的兔年 這一次週末行程再加一 你看到我旁邊這隻超大的米飛兔 你知道嗎 他已經68歲了 也前進松菸舉辦他的個展 兔兔控注意了 這次一共分為八大展區 從米飛兔的生平 化作原手稿 再到頗有沉浸風格的拍照牆 特別的是多款不同風格的米飛 這隻手拿真奶 這隻套上原民服飾 竟然連台灣地質他也能辦 為了寶島而生的造型 你見過嗎 逛累了來到商壽區 比傳統紀念品還更special的 就是米飛兔造型滷味 米血豆干甜不辣 通通多了萌萌大耳 套具電影台詞 怎麼可以吃兔兔 但看著美味讓人實質大動 我們希望在過年期間 能夠有預期有上百萬的人潮 能夠來到台灣燈會這個地區 也能夠欣賞我們米飛兔 可愛的這些演出 展西預計三個月 卻也是錯過不再 搭上兔年商機 燈會和新春連假 人潮就是前潮 但聯名IP這款也有大批子中粉 劇情扭蛋一開 經典粉紅兔躺在裡頭 實在魅力無限 放眼卡納赫拉 社會在百貨裡的快閃電 全是一片粉嫩粉嫩 今天有沒有特別瞄準什麼東西 新出的產品 今天有沒有抓個預算 抓個預算 應該要滿個五千吧 那因應明年春節是兔年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次特別跟卡拉赫納去做合作 那預期可以幫我們商場帶來10%以上的一個業績成長以及人潮 10米寬的拍照牆是一大亮點 還有印製新明貼紀念壓閉的服務 也因應過年倒數保鮮盒 杯墊上的批注 更提早拿起春連增添洗氣 趕緊為春節時間連假行程 預先做好規劃 記錄新聞話在這張幕區 台北道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